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谈剑刺主动牵手杨子,注意看杨子的反应 谈剑刺和杨子的一幕在某次活动中成为了关注焦点 尤其是当谈剑刺主动牵手杨子时,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这一瞬间不仅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也引发了粉丝们的猜测和讨论 谈剑刺的主动举动无疑是凸显他对杨子的关心和亲近 在瞬间的牵手动作中,他展现了绅士风度 给人一种体贴入微的印象 这一幕也暴露出两位明星之间或许更深层次的友谊或合作默契 让观众更加好奇两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更加引人关注的是杨子的反应 观察她的表情和姿态,或许可以窥见一些真实的情感 杨子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她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备受关注 有可能她在谈剑刺主动牵手时流露出的表情是友好、感激 易或是轻松的笑容,都成为了观众猜测的焦点 社交媒体上,粉丝们纷纷发表评论 对这一幕表达了各种猜测和期待 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礼节性的举动 表达了谈剑刺对杨子的尊重和关心 而也有人猜测这或许是两位明星之间默契十足的友谊 或者更进一步的合作可能 这样的一幕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不同的报道和解读更加增添了事件的神秘感 娱乐圈中充满了各种绯闻和猜测 而这一场景无疑为观众们提供了一个探讨的空间 使得他们更加关注和关心这两位明星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谭剑刺主动牵手杨子的瞬间 成为了一段引人瞩目的光景 不仅体现了绅士风度 也点燃了粉丝们对于两位明星关系的好奇心 这样的互动无疑为两位艺人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 也为娱乐圈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然而,要理解这一瞬间的背后 我们也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 在娱乐圈中 明星之间的互动往往受到媒体和粉丝的高度关注 而有时也容易被解读 未超越职业关系的感情互动 因此,谭剑刺主动牵手杨子的场面 也可能是一种业务合作 宣传推广的手段 用来吸引更多关注和话题 杨子作为中国当红女演员 谭剑刺则是备受瞩目的韩国男演员 两人在同一活动中合作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种合作宣传的手段 不仅能够增加剧集、电影或活动的曝光度 也为两位明星个体带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因此,牵手可能是一种表演 是为了更好的为观众和媒体呈现一个生动的画面 吸引更多的目光 此外,娱乐圈中的明星之间的亲密互动 并不一定代表感情关系的深度 很多时候是一种为了共同的职业目标而采取的营销策略 观众和媒体对于这些细节的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误解 因此我们在评价这一瞬间时应该保持理性和冷静 总的来说,谭剑次主动牵手杨子的场面 无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 这一瞬间既可能是友好合作的象征 也可能是为了吸引关注而进行的宣传手段 在娱乐圈中,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焦点 而观众则需要理性对待 不过度解读和猜测 以保持对明星们的客观看待 杨子,一个在镜头前温柔如水 演技精湛的女演员 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 却隐藏着不可轻视的坚韧和不甘心 她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坎坷与拼搏 每一步的成功都来之不易 而这一切努力的背后 是为了她心中的梦想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杨子并非一开始就有着如今的辉煌成就 在进入演艺圈初期 她面临着无数的困难和挑战 曾经的小儿不起眼的角色 也让她饱藏了被忽视和低估的滋味 然而,这并没有击垮她的决心 反而激发了她更强烈的求胜欲望 每一次挑战 杨子都用坚定的信念去面对 她在演技方面不断追求突破 努力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 即使是在一些小众作品中 她也全情投入 力求呈现出最好的一面 这种坚持和不懈努力 终于为她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然而,杨子的不甘心并非只停留在演技上 她对梦想的执着不仅表现在角色的塑造上 更体现在她对整个演艺事业的追求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关注社会问题 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对梦想的责任心 让她的内心充满了力量 杨子的成功并非偶然 她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她对热爱的坚持 即使在外界的目光下 她可能是那个温柔如水的女孩 但在内心深处 她是一个不屈不挠 勇往直前的战士 她的热爱和执着 让她能够在演艺道路上屡屡获得突破 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在杨子的内心深处 潜藏着一种不甘平凡的决心 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温柔外表下 拥有坚强内心的女性形象 她的故事不仅是她个人的传奇 也是对于梦想追逐者的一种鼓舞和启示 在这个过程中 她所付出的努力和执着 正是成就了她那外表温柔 却内心坚强的人生传奇 然而杨子的坚持和执着 并非只为了个人的成功 更是为了追逐内心深处的梦想 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 和更有影响力的社会公民 她深知在演艺圈的竞争激烈 但正是这份对梦想的执念 让她愿意不断挑战自己 超越自我 在取得一系列突破和成功之后 杨子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步前 相反 她将成功视为新的起点 继续追求更高的目标 她参与的作品涵盖了多个题材和角色类型 展现了她的多才多艺 这种对表演艺术的不断追求 让她在行业内不断展目头角 成为备受瞩目的演艺新星 杨子的热爱也体现在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她利用自己的知名度 传播症能量 关心弱势群体 呼吁社会关注公益事业 这种社会责任感 让她的演艺事业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和成就 更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改善 她的故事是一个励志的典范 告诉人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不怕困难 始终保持内心的坚持 她的经历也让人们看到 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外在的温柔和内心的坚强是可以并存的 她通过个人的经历 向年轻一代传递了积极向上的能量和信念 总体而言 杨子的内心执着与力量 不仅为她个人赢得了成功 更为她的演艺事业和社会公益 贡献了独特的价值 她的坚持和热爱成为她人生旅程中的动力源泉 也激励着更多的人勇敢追逐梦想 坚守初心 不负所欺 她的故事是一曲激励人心的旋律 为人们传递着希望和力量的正能量 2023媒体眼中的艺人好感度调查 谈见次被赞红前红后一个样 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 艺人的形象和口碑往往随着名气的起伏而发生改变 然而有些艺人却能够在红前红后始终保持一致 用真诚和专业赢得媒体和大众的认可 最近一项2023年媒体眼中的艺人好感度调查显示 谭见次就是这样一个备受好评的艺人 在调查中许多媒体曝光了谭见次在成名前后的一贯表现 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艺人的魅力和品质 有一次在盛典后台采访谭见次 当时所有的记者都希望他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尽管面对众多记者的要求和难题 谭见次却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和友善的态度 他不仅急性轻唱跳kisskiss首饰舞 脸颊笔心说公主请发财 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他的表现让在场的记者们情不自禁对他赞赏 更对他业务能力进行肯定 更难能可贵的是谭见次在红前红后并没有任何变化 即使是在他走红之后他仍然保持着谦逊和低调的作风 没有因为名气而变得傲慢或自大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品质和实力 谭见次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艺人 更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他不断地思考和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向 不断地挑战自己和突破自己 他的内心强大 能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镇定和坚定 他扎实努力 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加全面和优秀的艺人 十多年了 谭见次也是慢慢一路走来 现在开始真正的发光发热 慢慢就是那个惊喜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赢得了媒体和大众的喜爱和尊重 对于这样一个有思想 内心强大 扎实努力的艺人 我们更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 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实力和潜力 相信他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光发热 成为一个更加出色和有影响力的艺人 总的来说 谭见次是一个值得我们喜爱的艺人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品质 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行业中 我们需要更多的像谭见次这样的艺人 他们能够用实力和魅力赢得媒体和大众的认可 也能够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更多的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